没有资料我们就不能做分析 所以大家出去分析的工具 Power BI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取得资料 画面就我使用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里Power BI这套软体 它有这些功能标签 现在是落在常用 然后接下来常用底下 它的一些功能图示建议 你都要学会 常用底下的功能标签建议 通通要学会 左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图示 第一个是视觉化的报告 第二个是像Excel的资料表 现在因为没有资料读进来 所以点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 很像Excel的资料表 然后第三个是关联 但是它翻成模型 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 在报告的环境 这个地方是画图区 所以我们可以删进去 五张十张不同的视觉化图表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筛选 视觉效果还有栏位 重点请看 现在没有资料 所以栏位是整个缩起来 好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像AI的设定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常用底下的第一个可以执行的功能 叫取得资料 来点选取得资料 我是点下面 当你如果想使用经常使用的那几种取得资料方法 你就点这个下面下面更多 那当然如果 如果你要选择的并不是常用的方法 这时候你就整个把就是所有的方法列出来 就要点上面 接下来请选档案 就是第二个动作 档案的资料夹 点选连接 在接下来 我们在这边就把那个资料夹找出来 所以点选浏览 我是放在本机下载全国人口 全国人口3 确定 确定 这边他是不是就告诉我说 这个资料夹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档案 在这么多的档案里面 好 我们稍微先看一下 但是他因为大小限制 并没有全部档案呈现在这里 好 合并 合并并展入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范例档案 假设当你今天你有非常多档案的时候 你是以时间发生最早的第一格档案 还是时间发生最晚的最后那一个档案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那至于第一格档案 第一格档案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第一吗 就请你最好是找到今年 然后接下来我要以这一个档案 当做是我的一个标准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他呈现如果不是乱码 我们就直接点确定 如果出现乱码 就请点档案原点去做编码的切换 他预设他自动判断是UTF的取发 好 所以没有产生乱码 直接点确定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说把资料都堵入进来了 我们等一下再去修改 состояни礼虫 漂亮 坟修改 硬